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篮球说客 长期霸占着世界第一主攻称号的朱婷,如今也凭借着全面的表现,回到国内出征女排联赛 在海外联赛和国家队争战的期间,朱婷不仅得分表现越来越可靠了 她在组织进攻般的出色发挥,也让球迷们欣喜不已 相对于之前的朱婷而言,现在的魔王婷攻守兼备 她的二船越来越到位,甚至在极限接应的情况下,也能用二船的方式轻松拿下分数 特别是在某场对阵巴西女排的比赛中,朱婷将二船和接应完美组合 打出了生涯最聪明的一球,起初对方的攻势相当猛烈 好在队友的奋不顾身,为朱婷的得分创造了机会 由于几方自由人的一船太极限,以至于朱婷二船的位置非常不理想 好在朱婷宁进一动,自己二船自己接应,干脆将球被扣过往 之后神奇的事情出现了,这一球被朱婷扣到了极限的位置 纵使巴西女排奋力就球,也依旧无济于事 没想到朱婷的接应还能这么玩 大家觉得换作是别的主攻的话,她能像朱婷那样被扣得分吗